记者蔡正民苗栗报道,苗栗县通宵阵内倒逆钱里长接获民众反应,白沙豚渔民活动中心旁的水塔整个生锈,更以倾斜布捞骨,担心海风一吹会掉下来砸到人,洪文祥向县议员周遇满陈情,希望苗栗县政府能尽快处理。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渔业科科长李瑞龙说,已经通知通院区渔惠尽快改善或迁移水塔,毕竟水塔已袖石不稳固,避免真的被强风吹走砸伤人。 李瑞龙也说,渔惠则向渔业科指出,接获反应后,一直在寻找迁移水塔的合适地点,原本选定附近的渔民活动中心, 但渔民活动中心已放置不少社区之前使用器材,必须花费一些时间才能腾出空间放置水塔,以聘雇水电师傅到场了解状况,近期就会处理。 通院区渔惠说,当时发现水塔状况,也怕一旦有个万一,水塔会危及民众生命安全。 但之前将渔民活动中心借给社区使用,堆放不少东西,与会经历多次沟通协调,积极处理后,终于有下文,未来将拆掉就水塔,在渔民活动中心改设新水塔。 红文祥说,一旁就有民宅,常有人车出入,不要说台风来可能吹到水塔,海边本来风势就较强,一旦水塔掉落坠的,或是被吹走,难保不会有生命,财产损失,且他反应已经超过半年,希望能趁早拆掉危险水塔。